臺灣又有貴客來訪了 這個昨天的美國的行政專精 再來了13位的美國參眾議員 這個事情當然讓中國 非常的這個跳腳 這個也問一下這個敏寬 中共還高調軍演啊 還嗆聲 當然高調軍演 各位六中全會開幾天 開第二天 然後晚上一台西式洞 哗啦哗啦的就下來了 請各位注意 下來我特別畫這個紅色框框 上面是美國國旗 所以這台飛機是美國專機 下來了四個參議員 兩個眾議員 據傳還有另外七個軍方人員 但是軍方人員最高的軍階是上校 是戰略上校 這次來由AIT安排 13位美國官員來台訪問 據傳是談論到一些國防上的事情 但各位也太剛好了 這不是給中國打臉嗎 你六中全會開到第二天 晚上松山機場就來貴客了 所以從種種的細節 跟那種種種的美感來看 臺灣在美國的心中非常重要 而這次特別打中國的一個軟熱 為什麼呢 你開六中全會 你們那邊啪啦啪啦的一直講 但最近中國問題很多 中國這幾天下大雪 北京整個慌掉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因為今年的天氣 比往年來得更早 今年的下雪的日子比往年提早了二十三天 所以他們現在冰天雪地對不對 他們的供暖系統還沒開啊 北京以北供暖系統要十一月十五號 全國統一才開始開 但是現在全國已經冷到受不了了 那現在大家都在等 這一波的天氣如何呢 不知道長官繼續作秀 但美國這次來台到底談了什麼呢 不曉得 共軍這時候沒得吃沒得用沒電各樣都缺 但軍事一樣都不缺 今天他就說了 高調宣布說他們要來演習 這個是過去的一個示意圖 但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應該講假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冰天雪地演習演什麼 我就問各位一個最簡單的嘛 冰天雪地你演習要怎麼演嘛 所以演習的時間通常在什麼時候呢 每年演習的時間固定五到八月 除非你要打所謂的冰天雪地戰 但中國冰天雪地戰 我認為他沒有這麼趕 但最近美國挺生氣 為什麼美國挺生氣呢 美國他們的衛星沿路一直拍 一直拍一直拍 他們就在新疆的沙漠低帶 發現這種全尺寸的一個標靶 這個全尺寸的標靶跟 美國的航空母艦一模一樣 同一個size 但目前來看的話就是說 他們要撤幾件事情 到底是用飛機攻擊 還是用所謂的一個飛彈攻擊 目前來看一看的話 應該是飛彈攻擊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戰鬥機機場離新疆沙漠太遠 他一趟路除非他在那邊出去 但新疆現在又面臨一個大問題 新疆西藏因為他們的地勢高 所以呢飛機的維護非常困難 目前他們的飛機是飛回到四川去做維護 為什麼呢 那個地方太冷了 飛機壞掉的機率實在是太高 但最近中國他們一直在備戰當中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最近我們國內 這篇報告我認為 這個倒是要持續的後面來做追蹤 為什麼呢 目前對我們國內來說的話 最近有一則網路上的這些消息 那當然中國這些小粉紅 每天在那邊演啊唱啊 在那邊做一些很奇怪的朗誦啊 演技都很差 對我們來說 我們都看得哈哈大笑對不對 最近有一篇最好笑是共軍飛行員 共軍飛行員他就說啦哎呀第一次來到台灣 覺得內心非常的澎湃 但是久了就感覺跟逛後花園一樣 他們就是這樣出來 然後這樣繞一圈回去 但是呢其實這種行為非常愚蠢 為什麼呢 你戰機為了讓你的整個上面的油 能夠飛得遠 其實他上面是不掛蛋的 所以他在幹什麼呢 其實這是在恐嚇 所以這是心理戰 再跟各位說一次喔 這個是心理戰 共軍飛行員來這個是心理戰 但我們國內的國軍已經說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目前我們要增加我們的防衛眾生 我們要增加我們的戰略持久 為什麼呢 講實在話他如果真的 完全做整個所謂的總攻擊 我們撐不住啊 各位去想喔 單單在福建浙江3000顆飛彈 那他們那邊可能很多地方不是那麼值錢 台灣現在是寸土寸金啊 但各位 最怕是什麼 最怕叫做插槍走火 但中國這個地方呢 我認為開完六中全會完之後 習近平極權利於一尊 該殺的官員他殺完了 該殺的企業他也打完了 該拿的共同富裕收的差不多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能等就等 為什麼呢 再來就是東奧這一關 但東奧這一關過得去過不去 不知道 全世界現在很多的運動員 東奧的運動員 現在都觀望 因為中國的疫情這個地方 有點一發不可收拾 所以要撐到友軍來 這個是一個重點 但重點是在於我們一定要有準備 這個我們一定要有準備 今天出現了一個訊息 先說海龍潛艦真的是非常久了 所以我們目前還是需要國艦國照 海龍潛艦過去沒有跑到這麼遠 他最近他說了 他們都定期會到南沙附近 做定期的一個操演 而且定期的操演呢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一個科目 這些不同的一個科目 在那邊做什麼你知道嗎 要做整個所謂的前端打擊 不能夠等到他真的來 等到他真的來可能就來不及了 所以這個是我目前的一個 潛艇的一個狀況 但最近呢有一則新聞 我倒是認為可以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目前呢對於拜登來說 拜登最近是疲於奔命 他有很多事情 拜登最近幹了一件大買賣 哇世界響亮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他在英國康瓦爾公爵 卡蜜拉的前面放了一個又臭又長的屁 這個是最近全世界點擊 點擊最高的 但我們不得不說拜登11月 今年他11月79歲了 他真的在79歲 但是很多事情 目前就拜登 拜登是一個高達50年以上的一個 老外交官 所以他的做事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委託給重要的人 那目前委託給重要的人 亞太部分的話委託給誰呢 目前委託給Kirk Campbell 所以目前呢 美國的國家安全 在整個印太策略上面呢 坎貝爾當道 坎貝爾當家 坎貝爾呢他習慣的是什麼呢 坎貝爾因為他也是技術官員出身的 所以他非常會做什麼呢 雙手策略 所以坎貝爾說得非常清楚 當拜登說我們絕對會保護臺灣的時候 坎貝爾在另外一邊說 總統先生你不能說這個話 你一定要保持所謂的戰略模糊 如果臺灣出事我們去幫助他 這個模糊線 這個模糊線一定要建立起來 但是我說這個人最神奇的地方就是 他為什麼能夠當印太安全撒謊 很多人說他是印太撒謊啊 為什麼呢 就兩手 兩手就是讓你永遠看不清楚 當拜登說他說另外一套 但是他的手下已經說囉 我認為這個對於臺灣 特別是很多藍營的人 說美軍不會來 說美軍經不起 說一些亂七八糟理論的 他說什麼呢 中國武力攻台及領導 這第一個 第一個要像叫經濟封鎖 這個就是視同宣戰 但對美國來說 美國有兩個更大的一個議題 哪兩個議題呢 第一個失去臺灣 他全世界武林盟主不用當 第二個失去臺灣美國經濟完全垮臺 他也沒見得拿得到好處 但最神奇的是中國 為什麼呢 中國之前不是七大紅線 全部掛在那邊 然後你就看到胡錫進來 那些所謂的小粉紅 每天在那邊跳來跳去的感覺 跟八家這樣差不多 但是各位 過去都以為紅線不可移動 但各位 紅線今天確定是可以移動的 就在六月的西腰拐 轟炸機 西腰拐的運輸機過來之後 今天的西式洞的一個運輸機 又來之後 目前中國對臺動武的七大紅線 刪掉了 剩六大 就刪掉一條 那目前來說的話刪掉哪一條呢 外國部隊駐臺 目前已經刪除了 所以可以證明一件事情喔 中國他是 和 談 打 兩手三手同時在做 但是呢 你看他每天在那邊逛來逛去 哇那些飛行員講得豪氣甘雲的 那個都騙人的 出來他們家飛機行不行 自己很清楚 最近已經把一堆的飛機 往後去做移側 引擎一直操一直操 完全都不能動了 但就目前來說的話 紅線如果可更改 目前對於台灣的安全局勢 應該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保障